下午三点多听到里长广播马上就冲到河堤边移车 但早就来不及了 有车辆就差一公尺离开水面 却在上岸的前一刻抛锚 交集的车主们穿着雨衣涉水而过 急着要找自己的车 但停车场内水已经淹到半个车身高 有的闸门口也已经被水淹没也出不去 隔天再回到现场还有好几张泡水车停在这 车主当下只能放弃救援 车内甚至走被泥巴覆盖没办法开 离长们确实有广播 但很多民众听到要来移车时 车搂走就灭顶也来不及了 其实北市府早上八点前就有公告 八点后疏散门只出不进 同时开放红黄线停车 下午四点关闭水门 新北市府也有公告 早上九点后只出不进 下午两点关闭水门 在官网和LINE账号公告 但似乎还是有不少车主不知道 其实府在下午四点多有公告说要关闭水门 但也有车主报约说人到场时 发现水门早就关上了 根本也移不出去 有民众报约收到LINE讯息已经四点四十一分 但四点水门早关了也移不了 其实以往台风的做法 会在水门关闭前一个小时强制脱掉 事后再说脱掉费 但这次连脱掉车都措手不及 而市府也说 因为河边公园本来就是水路 并非市府失误导致淹水 这次便泡水车恐怕只能自行处理 TVBS宣似联益美败 Table Talk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